今天台股开盘涨189点 因为MACD没有收缴 收盘跌106点 没错 证明我节目教大家的万用MACD 学会基本功就能够趋吉避凶 超幸福 另外这一波很多人解读 是因为川普的关系 其实除此之外 今天节目一张图表 让你看懂 其实这一波是外资 大哥韭菜的筹码战 这一集非常重要 不堪一定会后悔哦 哈啰大家好 欢迎收到今天点股成绩的节目 今天是10月30号 礼拜三台股市跌106点 收在22820有没有 我们一再跟各位说 礼拜一MACD要观察有没有收缴 把礼拜二观察有没有收缴 今天开盘没有收缴 今天开盘涨189点 没有收缴 你看就是因为没有收缴 然后收盘跌106点 有没有 所以证明 你把基本工学会一定可以去避凶 至少可以保护自己 懂意思吗 好 另外 当然这一波下跌很多人解读 川普因素之外 台风架的因素之外 美国礼拜五要公布三大指数之外 投入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你不知道的 我今天节目 全 这个尽全力跟各位做解说 外资在进行一场什么 割韭菜的筹码战 那什么是割韭菜的筹码战 他如何把这个搞懂之后 未来可以进一步掌握住 美国大选之后 回归基本面的反攻行情呢 今天节目 请各位一定要看 从头看到尾 有空的话多看几遍 因为你不熟悉的 外资割韭菜的筹码战 请各位一定要把它选起来 来投入今天跌106点 有没有 用心教学的基本功 MACD的时候 真的很有帮助 所以一边看节目 一边去体会 一边去体验 学起来 帮助自己去避凶 另外投资本你看 我待会给各位看一张图表 看懂这一波 除了外资 除了川普的因素之外 外资在进行一场 大割韭菜的筹码战 你看懂后 你可以保护自己 在未来最恐慌那个萨纳 千万不要被外资割到韭菜 特别是好股票 每天进行的这个节目 除了基础分析的分享之外 还有园区的第一手讯息都很棒 对不对 所以节目开始帮我订阅 按赞分享 另外什么 QR 叫做粉丝团投资来 你看 我这个看连续剧 你看我过去以来 过去的因为已经过去了 我们简单带过去 重点是要让各位去验证 验证过去的基础分析的准确度 进而去帮各位去掌握 未来的反空维多的契机 你看这边 8月1号 有没有不要买 一张都不买 有没有跟今天一样 一张都不买 为什么 他在涨 当年我记得是涨400点 不买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还有下山 你必须要尽全力 保护自己的资金的安全性 没错吧 是不是两天暴跌快3000点 好了 我们研判 专业研判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用自己熟悉的基础分析来应对它 然后进而争取到获利 你看 满足了 我们研判下山的ABC坡满足了 满足你要怎么做 高档没有买的 低档一定要买 不能被割韭菜 没错吧 这一天先买F4 然后19926送买点 然后给各位一个口诀 先买F4再买中小型 没错吧 一波强谈 这个请各位一定要名记在心 我每天在讲 上一次我跟各位教学收缴 有没有看到 21031是不是收缴 你看没有收缴 没有收缴 它会持续测低 测低到某一个讯号出现 我才可以大胆各位说 我确认它止跌了 要反多要起功 有没有 就是MACD收缴的意涵 收缴的重要性 收缴之后 帮各位创造出来的机会跟财富 没错吧 你看就这个收缴 我在盘中粉丝团 送给每一个支持江江的粉丝 那结果呢 是不是真的这一波爆喷2000点 你看 就一个收缴 就一个收缴 后面有2000点暴利 是不是 两次买点大成功 224有一个卑鄙理论 22437有一个均线 即将要大惊差 123法则 一突破 二拉回的买点三会攻击 是不是过去讲的完全都印证了 四次买点都对哦 然后缺口2360缺口 我们说震荡要至少7天 投资朋友是不是真的7天 好 重点来了 29号就是昨天 你看有没有收缴 昨天没有 所以你必须观察有没有收缴 没错吧 投资朋友 为什么 你看前面包含这个19926 还有这个21031 是不是都是因为MACD收缴 才启动这个反攻的走势 所以你一定要误求 一定要用眼睛看到 这是最棒的MACD的基本功 基本功说它不复杂 就是最基础最单纯的子雷讯号 投资朋友来哦 马上学以致用 好 那昨天教大家 你必须去看有没有收缴 然后今天开盘有没有 开盘涨啊 今天开盘 最早找到23116 请问有收缴吗 是没有 开盘没有收缴 投资你看哦 今天的台北股是开盘没有收缴 是不是 没有收缴23116 那收盘变成22820 是不是就完全是因为这个没有收缴的因素 来所以投资 见网可以之来注意看哦 好 看过去的历史经验 好 这里是不是出现很明确的收缴 这里明确收缴 假设下个礼拜这个美国大选结束 假设他在这里就先收缴 他是不是这里 这个不管在什么位阶 就就可以确认修正结束 准备要反多 懂意思哦 这是收缴的重要性 大盘OTC 各股都可以试用 把它铭记在心 OK 好来 这是第一个 也就是说 因为没有收缴 所以今天你看是不是 万用MACD 是不是学会基本功 是不是超幸福 那一样哦 大盘是如此 那请问是不是OTC也是如此 投资你看哦 上个礼拜是不是跟各位讲 10月25号礼拜五 节目提醒272跌破 减持减码 减码因应 因为技术分析永远是盘势 攻击与否的关键 他没有站稳272 代表他攻击不见了 要进行修正 没错哦 好272跌破 赶快做减码 减码后观察270跌破守住 没有守住 继续减码 没错吧 你看哦 礼拜天 礼拜天还在加班 在粉丝团发文 提醒大家有没有 专业务实 进出有据的交易系统 有没有 272跌破减码 270如果跌破呢 回撤哪里 回撤263 有没有 因为周转折站稳 272是扣3D会涨 如果跌破相反的 跌破272 不会涨了 先回撤263 可是没有 结果回撤一模一样 有没有 技术分析学起来 所有的会员 APP用户都可以免费上技术班 有一天只要你愿意付出 努力学习 你不用自己摸索 你可以把我过去21年累积的经验 直接把它学会 我们技术班总共有12堂课 12堂课 所以有浅入深 看完一遍 看第二遍 看第三遍 通通都学会了 你会很有感觉 来 来一样 就在二楼山 有没有 一样关门到什么 关门有没有收脚 前两次OTC 只跌反多的关键之后两个字叫做收脚 有没有 好 来哦 好 这个昨天提醒要收脚 对不对 今天开盘有没有 今天开盘266.35 是不是很清楚 没有 没有看到你可以积极进场做多的依据 有没有 所有进出有据 它是个交易系统 可以帮助你趋吉避凶的交易系统 来看这个OTC 这些收盘OTC 请问一样 开盘266 收盘264 有没有收脚 没有 所以同样 通通都来 很简单 见网可以直来 上一次行情怎么出现 收脚 上第二次行情怎么出现 收脚 所以通通一样 观察下个礼拜 能不能出现什么 出现这样子收脚的逻辑了 逻辑很清楚 进出有据 进退有据 你绝对是趋吉避凶的赢家 没错 这是今天跟威士讲的 下礼拜一定要观察 特别留意 美国大选之后 一旦确认收脚 火力全开 清楚 一旦确认收脚 火力全开 是不是 证明了 你把技术学好 有了好技术 会帮你创造 建立出好观念 这样子 你的股市人生 轻松安定舒服 你会逐步的可以迈向 致富的康庄大道 这是以上跟各位 技术面跟各位分享的 基本上我们讲一下 长线规划 同样 不会因为今天没有收脚 开始走高而改变 基本上时间拉长 到11月12月 特别是把我延伸到 明年的第一季 我还是认为是长牛短熊 为什么呢 你看台北股是11月 上涨几率7成 12月8成 步步高升 过去10年 明年第一季的第一季 上涨几率是9成 平均11月涨3.5% 12月涨1.5% 第一季再涨8% 所以同时我认为这一波下山 就是长牛短熊没有改变 这是历史上的统计数字 外资你看过去6年 过去6年 他每年都提款 在每年都提款的背景下 可是第四季 全部都是买潮 懂意思 所以近代未来什么 我待会跟我讲的筹码战之后的 筹码的流向 另外 所以确认 由统计数字 由过去外资的惯性 都确认第四季 是最好赚的季节 目前是修正坡 另外 我昨天跟各位说的 就有9月的外交订单 10月外交订单 预估值 也是一样 都有3%以上 也就是说 11 12月跟1月份 台湾的企业的营收 不会太差 所以选后 美国大选后 他一定是回归基本面 百分之百回归基本面 让你看川普下坏台股 政府这个集护盘 有没有 我昨天跟我讲过了 台北股是选后基本面 它的样貌如果是衰退 那你现在要赶快去放空 可是如果台北股是 美国大选后 它的基本面的样貌 是很强劲 请问有多强劲 有没有 很极重要 昨天说的 未来两季的获利涨望 我们都知道 第三季营收很好 第三季的财报会很亮丽 11月15号之前要公布 另外 第三季的获利年增率 估有17% 但是第四季年增率估有高达34% 因为基期的关系 然后2025年明年第一季 寄获利年增率还有29% 所以同样这是高峰期 就是说这波的修正完毕之后 未来回归基本面会逐步的 企业的营收获利会逐步的推向高峰期 懂意思 所以你要先把大的轮廓 先把它把握住 然后我昨天特别又去园区问 问采购AI狂潮带动台北股市的盈余如何表现 一样他不会因为这次的风吹草动说川普投顾的影响 2024年是今年 到明年2025年跟后年2026年 盈余都是中高速成长 我们昨天看到什么 美国有一家公布财报 他说已经开始跟预定台积电2026年的产能 所以你看我们园区得到的产业成长的讯息 跟美国看到的一个状况 其实同步的 他说盈余是中高速成长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园区一致认为 即便是外资 这个川普重返白宫 也不会扼杀多头的基本面 但是只是增加市场的波动 当然如果他弱线的话就还工到了 没错 以上是各位讲中长面的一个轮廓 轮廓记好之后 要留意什么 留意MACD收缴的状况 另外就是今天节目的重头戏 一张图表看懂外资大哥韭菜的筹码站 什么是筹码站 外资永远在夺取散户手中的低价筹码 我们一步一步来 为什么你看过 其实你把这个图卡 这个看完之后 回想过去 是不是每一次大跌 为什么我常常说暴跌隔壁都做的暴利 每次大跌修正过后 融资一定是狂减 大幅度连续大减之后 筹码就被外资收走 那外资在进行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如何来做一个发挥呢 外资永远在夺取散户手中的低价筹码 你看 这个从10月21号 外资前五大空单逐步增加 前十大期货空单逐步增加 外资韩小台全部都空单增加 然后你看之前还有 通常外资在布局空单 期货的空单的同时 会有什么 会有选择权做不可能完全避险 局部的避险 可是它变成不避险了 懂意思吗 所以这是外资目前进行的筹码战 什么是筹码战 先布期货空单 再压现货的部分 然后把股价打下去 第一个期货可以有大幅度的获利之外 更可以好取什么 更低的好股票的更低价 也就是说同胞 洞悉外资筹码战 近期外资期货空难增加 选择权也空 利用一个这次利空 川普的利空 把台股压下来 未来之后 它可能会诱发市场 在恐慌中杀出股票 一旦杀出股票之后 外资会用更低价 去夺取市场的筹码 外资之间比传户大很多 那传户筹码很乱 所以潜跌型市场 特别像台北股市这种规模的市场 很有效用 来头发你看 可是目前台北股这K线图 我底下换成什么 我底下换成融资你就知道 头发有没有 散户有没有这边 融资狂减 上一次因为这两天暴跌 快三千点 融资狂减后你看 一路往上冲有没有 你看 融资坎在最低点 可是股价回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融资才大增 所以外资在进行什么 进行利空正波下山 进行筹码战 又要割一次散户的韭菜 所以头发 短期内出现非理性的下跌 散户就会因为什么恐慌而乱砍 外资等散户砍完 好股票价格更低更美味的时候 外资又重新买回好股票 可是散户的筹码完全被外资收走 懂意思吗 所以说这到底什么事情 你看到这个端定之后呢 你必须有一套什么 自己的完善交易系统 比方说上礼拜讲的 为什么我跟我预告说272跌破你要卖 OTC跌破你要减持要做减码 270跌破会修车到263 这是一个什么看到外资进行筹码战之后 你做出的正因为正确的交易系统 而做出的正确动作 高档有减持下沙过程不恐慌 低档才撑得住 还可以顺便去减跟外资去减同步下沙的天天价 有没有同意你看 这个是当初8月5号有没有 我们为什么这根长黑融资狂减 我那天买什么 买F4 买台积电鸿海联电跟广达 然后隔天开始买中小型 买低档买联军 没错 所以把这个把它学起来 注意听 好 那注意 现在外资空单很多 接下来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每天会在粉丝团 发文的时候跟各位追踪 记住筹码 外资筹码的口诀 流量会比存量更重要 什么意思 你看上一次 10月11号外资空单很多 可是同志们有没有 在22902空单很多 然后选择权也是放空 可是流量有没有 空单减少 前五大减少 然后随时能进货 前十大减少 外资整体空单减少 我觉得以前的空单反程多了 有没有 这是流量 当它出现流量变化 你看从2306 后来是不是碰到2360 懂意思吗 所以记得记好了 流量永远比存量重要 你知道外资极可能 有这种几率 在进行筹码战 要割韭菜的筹码战的同时 进来关注什么 关注流量 外资筹码流量之外 还搭配什么 我刚刚说的 MACD收缴 就是说 未来它的筹码是偏向多头 补空了 然后 MACD收缴 给它全力反攻 为什么 选举过 maybe就选举过 回归基本面 我刚刚讲的 我这几天一直都会打强心针 回归基本面的台北股市 真的很茁壮 它的底气是很茁壮的 懂意思 这样子看完之后 是不是 心有定见 心有定见之后 可以拟定一套 反败为胜的策略 影片制作用心 技术分享无价 园区讯息宝贵 播控点赞 帮助我的节目 让更多人看到 学习更多 趋吉避凶的康庄道道了 另外除了筹码 技术源之外 股市其实是什么 资讯站 我常常给各位园区的讯息 还有我们预告技术 头发来 你看台积电 你看这个当初 全市场还在一脸问号 台积电法说会 会给利多还是利空 斩钉截铁 会公布十大利多 有没有会公布十大利多 结果全部都印证 那印证之后股价是不是喷出 结果你看 是不是我们买 白五号 跌停板买F4 买台积电 是不是造就很多的 这个很大的获利 对不对 这一天不能追 1100不能追 是不是公开讲 因为不划算了 这里是股价很美味 这里不美味的 你要等拉回 没错吧 是不是 证明领先布局享受 股价喷出后 被全市场台下的喜悦 这是我们的抠讯 为证 台积电赚287块钱 高档不要追 拉回要把握吗 一定要 为什么 这是今天的新闻 花旗说无谓川普力挺台积 他给的台积电长线是1540 我的是1153 好来看 来看2330的台积电 有没有 这一天你不要追 有没有 1110不要追 那现在是不是拉回到1030了 头发来看 我的转折最高值台积电在哪里 1126 这是月线 周线在哪里 153 有没有 预告值 所以头发 这波拉回等什么 底下换成MACD 答案就很清楚 有没有 请问今天台积电收缴没 是没有 有没有 所以下一次你耐心等台积电同步收缴 那就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 同步 除了台积电之外 同步 是我们之前 8月5号 买的F4 每一档通通都赚钱 这是经验 买在外资筹码站割韭菜 股价最甜美的时候 有没有 这是联发科 990块钱 然后红海跌停板168 有没有 然后我们就广达买过208 219 230 推荐广达 从这边看 注意看 注意看这个画面 广达为什么从299 3到230 是长线好买点 有没有 长牛短熊 你看技术面是下杀 很可怕 短熊 短线的空头 它是长线多头的好买点 所以长牛短熊 它一定是你累积财富 必须建立的观念跟哲学 同意是 你看当初买230 然后买239 跌停板 815号跌停板 我买F4 结果你看 喷到322 这是几号 10月22号 石根卫说 这个价格不甜美 10月22号322.5 不甜美 不甜美是不是真的拉回了 一样看什么 下有没有收脚 没有 同意是吗 所以一样 F4其实都很清楚 除了台积电之外 红海 然后还有这个是联发科 然后238的广达 没有收脚 你看收脚 股价破前低 MACD收脚没有破前低 双倍里 是不是 所以耐心等那个讯号 一定会出现 相信我 一定会出现 所以务必要把握住 F4错过 各位讲过了 创新高不能追 股价不美味 股价不甜美 不划算 拉回后把握新的机会 有没有 各位讲过 很清楚 台湾的AI 站在风口的浪尖上 等这个美国大铁结束之后 一定会回归基本面 广达其实我们预估的第三季财报 会很漂亮 所以积极耐心 勇敢霸气 等待我的技术面的通知 F4之前 不要追 喷出绝对不要追 静待拉回 拉回后 那个小麦才会更加美味 这都是哲学 你对股市认知清楚 技术优先 然后观念正确的哲学 没错 利用MACD 基本功 帮助自己反败为胜 节目给各位技术观念分享 那你要我代替代出 这是会员的权益 你可以扫买QR Code 加入粉丝团做咨询 另外可以输入小老鼠 WIN 58899 加入粉丝团 来同胞 跟各位讲 细光子 你要把那个强弱 产业的趋势 给它做确定 确定后 强弱如何做区分 同胞你看 我们讲细光子 4年会有 17倍的产值的成长 今天媒体来拉 CPU产业 开场赢转单 这是长线 4年大多头 不会因为股价拉回而改变 但是散户永远学不会的 主身段标股的价值 学不会真的很可惜 所以到粉丝团慢慢学 建立起来 一档长线标股 你要如何做 把握住 第一档要布局 喷出开心获利 绝对不是喷出 你知道吗 股价喷出 媒体一定讲 从早讲到尾 你一定会被什么 被吸引走 你就莫名其妙 跑去做最高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 把它股市的真谛 把它把持住 你看我们上权买74买164 你看 我们上权3363买74跟164 74在哪里 上权买这个位置 然后买这个位置 冲高全部出一半 另外拉回一半 他怎么样都洗不到你 这是讲老师讲的哲学 懂意思吗 其实每档都是如此 你看这个翻倍赚没有秘密 上权累积买两次赚218% 联军买起涨喷出 获利出一半 另外一半 他洗不到你 他洗不到你 主力就无法割你的韭菜了 没错 光盛 你看买起涨 是不是起涨 一定是买起涨 买在起涨点 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市场上没有争相报道的地方 你看是不是赢家 冲高不要追 获利出一半 另外一半 他洗不到你 我来看这个K线图 你看这是理念 你看我们的光色买哪里 我只买两个点 这个点跟这个点 没错吧 冲高获利出一半 另外一半守成本守均线 永远不会被割韭菜 这是什么 这张老师给我讲的 这张图卡很重要 很重要 稳中求生的习惯 全部源自于什么 赢在起跑点 好的买卖点 那创造出的价差才会惊人 这是加入会员的价值 没错 再举例这个讯息 你看买238福利涉奖237263可以出 另外一半破了26238要卖 你看这个6451的讯息 有没有 你如果238跌破不卖 今天剩207了 你资金又卡住了 卡住动弹不得 失去信心 没错 所以讲的都是理念 把它学起来 低档要布局 喷出做减码 赢家很务实的节奏的操作 有技术 有经验 获利 真的会变得更简单 CPU 长线潜力很大 但是你要知道 联军光盛 上全程度高 那潜顶波罗威 程度不高 你看这个潜顶 为什么它走势 整体而言就比其他的弱 好 这是3163的波罗威 为什么就比别人弱 你就知道它纯度不高 懂于什么 就是专业的差距 懂于什么 所以跟上来 只做主身 只买棋掌 把主身棋掌利用学习 透过实战练习 把它练成一种习惯 你一定会是赢家 把技术跟技术工 把它学起来 另外我们有加开持股诊断 你手中有持股的 可以到粉丝团来做询问 好投票来 主身棋掌 如何把它练成习惯 那我的APP会帮助你 会训练你 强迫你 每一档股票 都只买棋掌点 为什么 未来会喷的APP 通通事先帮你选出来 有这个证据 而且请全国用户来做见证 均好607 喷到166 你看冲高不要追 你看目前是回落老人鱼狗 逼近长军线 我们会逐步的耐心等APP通知买点 等APP通知买点 下一次买点就不能够错过了 因为上一次1.75倍 主身段标股 听清楚这个哲学 确认这个产业是大多头 然后涨多一定会回档 大多头牌的股票 回档不是给你散的 就我刚讲的 外资会利用什么 筹码站去逼迫你 把手中好股票把它让你砍出来 砍出来下杀 还用更低价的更甜的价格把它买回来 所以听清楚这是给你的加码用的 把它学起来 APP很强大 急需参考性 来看证据 大赢为84 喷到151 这个箭头 是没有难度 太棒了 创威50.4 扣3D 喷到89 通通赢在起跑点 荣泽科 哇 53.7 喷到124 是不是 所以听清楚 每一档都保证是真实的绩效 太棒了 我们的专业 我们的APP 都是你幸福的权源 听清楚 用好技术 学习 你不可能一天都学会 利用行进的实战过程中 透过学习 透过经验累积 建立什么 轻松安定舒服 然后股市人生 逐步迈向致富的康庄大道了 喷出通通不用追 除非有大幅度的拉回 APP下一次能够选出来 错过通通不用追 未来两季 我还是认为 长牛短胸 目前等待什么 我今天教学的 MACD 未来是否能够出现什么 收缴的这个讯号 原期给我讯息是 美国大选后 还是会回归基本面 既然会回归基本面 那滴滴期就会有大频发的机会 务必把握了 标的不用多 再进 选成长性最强的 今天我用一张图表 帮助大家看懂了 外资大哥 韭菜的筹码站 未来你一定要撑住 加开的持股诊断 手中有持股的问题 或者是参加会员 还有我们的APP 加入粉丝团 或来电做咨询 那录房转弹之后 留言就OK了 那感谢各位的收看 祝您平安 顺心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 一定要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并且接收全播喔 谢谢大家